行了 你们别再送了 小白 你到那里 记得常给家里来电话 行 我知道了 这家里呀 你就放心 爸呢 我会给你照顾好的 儿子 到外面要自己照顾自己 干活要小心 行 我知道了吧 你们赶紧回家吧 我要走了 那行 路上慢点 好 别看了 你儿子都已经走远了 干活去 干啥活啊 我儿子刚走 干啥活 家里不叫活啊 干啥活 一点眼睛都没有 快点 别让我动手 衣服 老条 衣服该洗了 怎么不给我洗啊 我这刚做完家务 还没来到你洗的 你自己的衣服 你不能洗啊 还要我给你洗 你还嚣张了啊 现在还敢给我顶嘴 我让你洗 你就去给我洗 你坐这儿干嘛 我坐这儿洗活 干了一天活了 有点儿累 你的衣服 你还是你自己洗吧 我自己洗 那要你干嘛啊你 你是不是找打啊你 快起来 坐椅子上 起开 怎么回事啊你 我干干完活 又叫我洗 你 快 啊 洗不洗 我洗 那不行吗 那快去 赶紧起来 动我马里点 我干干完活啊 还没来得及休息回来 快点 快点 哎哟哎哟 这昨天 儿媳妇把我打得 哪个地方都疼 我去医院 看看去 趁之后她没在家 这工地终于放假了 两个月都没回家了 也不知道家里什么情况 赶紧回去看看吧 爸 爸 你这是咋了 小白回来了 嗯 哎 这不是 自从你 走后 这秋香 天天打我 这不 我被他打的了 什么 爸 他竟然敢这样对你 等他回来 看我怎么说的 爸 你又没有为念 一股骚味啊 爸 你 你这 你怎么还 小白 这 这都是秋香 我打的了 打 打得我的神经了 打得要变时间 爸 我先扶你回屋歇着 等他回来 我再收拾他 哎呀 小白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又不打个电话呀 你拿个色滑干嘛呢这是 秋香啊 你可真让我好等啊 我在这座里 等了你一个小时了 你终于回来了 说吧 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干啥事 你说你一回来就问我 这什么意思啊 没干啥事啊 秋香 我劝你对我实话实说 我可以下手轻一点 别到现在还死牙子嘴啊 你是说咱爸生病了是不是啊 那咱爸你年纪大了 你说他生病了 那原因 有好多种啊 医生都是这样说的 什么 那不是你打了吗 我没打他 没打 行 咱爸都跟我说了 你还说没打 啊 那医 你说你干嘛呢 一个年的 小白 你为什么打我啊 你结婚那么多年 一个手势都没碰 你说你爸生病了 你不能怪我啊 事到如今 你还给我嘴硬 说不说实话 秋香 说不说 今天不说 我就掐死你 小白你听我解释呀 那不是失误吗 那次我让爸洗衣服 他没给我洗赶紧 我 我就轻轻打了一下 他就这样啊 你说 你不能全怪我一个人啊 我懒得听你解释秋香 现在 赶紧给我滚 我现在压着火呢 赶紧滚 滚啊 小白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肯定会对爸 滚 在那里说话 我打死你 滚不滚 滚不滚 滚啊 你别跑 你站着 你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你 你俩跑这么快 想干什么 我 我也想了 是我的 你干什么啊 我的你别怀 你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爸去我家你住啊 去我家 行了 你们俩别想了 我是儿子呢 再说我也是老大 你该去我家 不行 这我是老小 这爸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了 这你们俩都老早结婚了 我最了解爸 爸一可去我家 是不是吧 你们两个都靠边去 我现在单身 爸跟着我 我更能伺候好他 争什么争啊 你们 姐 你这都结婚婚了 怎么就担任了 就是啊妹妹 你这儿 刚结婚两三年 怎么又担任了 我告诉你 我来的时候都已经决定了 为了更好的照顾爸 我下午就去离婚去 姐 你这玩的也太好了吗 这我姐夫知道 腿还不给你打断 这咱爸呀 能一样吗 那老公哪有霸情啊 什么咱爸 我看你 结婚婚主 也没回来过 不就是咱爸这要拆钱了吗 嗯 献殷勤 我说你们三个 每天都看不到人 今天 你们都来了 是为了我这房子拆钱款啊 爸 你瞎说啥呢 我我这每年过年 我不都回来看你了吗 瞎说什么呀 我每年回来 怎么都没见过你啊 那几年没回来了你 你问问爸 谁回来的次数多 行了 你们俩别再争了 要论这儿吧 我还给咱家传宗介练呢 对不对 你看看 我那儿子都做到了 他咱爸 可是他爷爷 你们呢 只是 他 外孙说什么呢 这些人就一样给我 你起开 起开 抢什么啊 抢什么啊 起开 你拉开 爸是我的 这是干什么啊 爸 你放心 我以后肯定会好好伺候你 爸 我最上场伺候人了 你不知道吗 我原来干的工作就是房母 行啦 你咱都起什么轰啊 嫁出去的闺蜜 泼出去的水 我这个 大儿子的 应该 最应该 拿这笔拆枪完了 也不知道谁 把这个消息 透露给你俩呢 行了 你们都别再吵了 这邻居 听见了 人家不笑话咱啊 你说你 整天在外 也不招家 我这 两次生病 你都没问过事啊 就是 哥 你看你这儿子 怎么当的 小黄 不是我说你 每年 你就回来一次 最多两次 哎呀 你眼里 还有没有这个爸 爸 我这不是公司忙吗 你放心 以后 我把公司 就全交给你女婿 我一点都不问了 我专门在家伺候你 行不行 你说什么屁话呢小黄 谁不知道你啊 最喜欢逛街了 自己都不招家 你还有空照顾咱爸呀 秋香 你也别说你妹妹了 你自己什么样 你还不清楚啊 他们这个也清楚啊 我也知道 行了吧 你就给个痛快话 这个差价管你是给我 还是给他俩 如果你要想 你孙子以后还叫你叫爷爷 你就把钱给我 爸 这差价管必须得给我 你从小可是最疼我的 爸你想一想 他们两个都那么有钱 就我家过得不好 你肯定得圆天一点呀 好了 你们三个都别吵了 我看啊 这个差价管 就跟你们三个平分 不行 不行 这千块总共就那一百来块钱 你拿什么平分 一个人分那三四十块够干嘛呢 就是爸 我这还打算买栋别墅呢 到时候你住进去 也是活不是啊 爸 你不能平分 你说我家都那么穷了 这样平分 哪够我花的呀 今天 你必须得给一个人 而且也是我 你看看 从古之间 你死了一共 也是我的这个家 哥 你 你那么年轻 思想怎么那么疯念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传男不传女 还必须给你 不可能我告诉你 就是哥 你虽然是儿子 那我们也是女儿啊 现在都讲究男女平等啊 好了 你们三个 都别再争了 我还打算 把这个差价管 给你平分 呀 你这老头 我跟你们 说好话 听不清句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平分 我就打散你的嘴 我也告诉你 如果你还是不给我 我散你的嘴 哼 老头儿我警告你 如果不给我的话 你这胳膊 你要断给你 你听到了没有 行了 你们三个 都这么说 唉 我谁都不给了 我自己留了 养老 我不给你养老 谁给你送中啊 你死了 谁给你买坟地啊 就是老头儿 你失去点 还是赶紧 把这钱给我 等你百年之后 我好给你选个 风水好点的 老头儿 你看我都那么穷了 你要不把钱给我 我不让你有好日子挂 好了 你们三个 别再争了 我也想好了 这个差价款 你们一分也被他带到 我原来打算 给你们平分的 你们一直跟这个争吵 现在 还威胁我 我现在 就去养老院 办个ReIP 以后 谁别你管了 行老头儿 能耐了 你瞅瞅你们俩干的好事 你干什么 帅人了你 行了 现在咱爸去养老院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 咱们谁的面子都挂不住 那 那怎么办 说 接回来 算了 算了 你别做了 咱们现在 把它借过来 轮流住 先从你家开始吧 行吗 行吗 走走走走走 走 相 epidemic 想没进行 kry区 没验 麻烦 老奶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